中秋前夕 时得为慈聚志工与金社法师 深入万荣乡 偏远山区方式平平 越躺肚子越大越不会走路 你看他肚子小了 他之前也跟你一样 他中风三年了 他中风三年了 他那一天去看你 他说阿科不是我上次住院的病房吗 也跟你同一个医生 盈盈叮咛 无不是希望居关户能够早日康复 上次来家房的时候 他刚好在住院 然后这次来的时候他就有出院 然后他是借住在他表哥的家里 感觉到他就是精神变得比较好 今天师姐放他离房 感觉到你整个人清爽 在屋外正有几个朋友来访的中娇美 六七个孙儿都还在念书 他说希望孙子都能努力用功 将来长大独立照顾自己 其实也可以看到很多小朋友 他们真的是想念书 让他们也真的很认真 可是假设 有时候我会想说 假设说慈禁没有来帮助这些小朋友的话 他们不会来回来 真的很幸福 因为我不用担心持住 那我也是上 就我的学习也是真的是很平顺 让我真的觉得真的要持住 培训志工跟着资深志工 做中学 学中绝 要把爱带入日常 大家新闻 真善美之工潘西华 张艺川 罗瑞欣 花联报导 我看着你 我看着你 我看着你